真相到底是谁害死了洪仲秋吗 在今天起诉里面发现说 原来是说多人对洪仲秋不满 但是多人到底是哪些人 在不满些什么呢 却没有讲清楚 高等军事法院检察署检察长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犯罪动机 因为时空结合在一起 才会造成洪仲秋最后丢了一条命 洪仲秋枉死案 军姐一口气起诉18人 这些人跟洪仲秋间 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真场记者会有事实却没真相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 不同的犯罪的动机 因为在这样的时空结合在一起 每一个人对于洪仲秋之间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满 那这些不满汇集在一起 特别是连长 洪仲秋今年5月灿改体测成绩违规时 为退伍后考工职不留污点 向连长徐系证求行 因此将精密处分改为罚刑7天 已经引发争议了 另外由于洪仲秋 曾经提出自己即将退伍不愿背执心 种种理由让军中长官看不下去 联手修理 洪仲秋就借故说他因为退伍在即 不想背执心 那造成了其他人员的 包含换走线的不满 后续呢就借用这次的 这个违规攜带 照相手机 曹青生在记者会一开始就说 终于有了真相 但对于谁要整死 洪仲秋 相关动机等关键却知词未提 军检 真结起诉 不仅疑点 没有给答案 反而产生更多疑惑 真新闻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